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女王 好那今天呢 我看大盤還不錯啦 目前大盤是漲了一點 好那大家最擔心的台積電 對不對 下無法說 但我覺得現在台積電表現的還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好目前台積電也是漲了大概4塊 然後聯發科漲了2塊 好那這樣看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大盤 其實目前是漲一點 好你會覺得說 你現在手上的股票沒有漲 那老師手上的股票呢 我現在心情也是還不錯啦 因為早上我是先把手上的生計股 我早上先停利 接下來我們即將要進場 有一檔個股我覺得空間還蠻大的 那聽到最後我會最後再來講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話題轉回來 其實今天漲的個股呢 就是在這裡 就是說蔡總統說要籌設碳交易平台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今天漲的個股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2913 就是隆林跟什麼 跟這個1907的這個子類 但我要告訴投資朋友的是 我覺得這個大盤就是說 有一點說你看到報紙再來追 我真的認為太慢 太慢 而且呢我發現這個大盤有一種就是說 比如說像昨天的觀光股漲 今天又成為這個跌幅最大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有一個操作 要不疾不許就是怎麼樣 買在起漲點 就是買黑不買紅 但是呢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不知道我昨天有跟大家講說 我們看到報紙就要想到什麼 已剩 好你看今天報紙又來了 Tesla又降價了 然後呢Tesla降價會怎麼樣 其實它的銷售 它銷售會成長 好銷售會成長 那再來 這個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銷售成長怎麼樣 你看哦 16檔電動車概念股 勒 勒代表什麼 就是業績會成長 勒代表什麼 就是股價會上漲 好 那昨天呢 如果你有看老師的節目 應該知道老師昨天講說 我策略出來什麼 我昨天在這邊有講 就是已剩 好昨天呢我在這邊講 9點02分其實 我就策略都出來已剩了 71塊 那我也昨天11點的節目 也有在這邊講 因為就是說 昨天報紙就是 有講說Tesla對不對 就是轉單嘛 台廠在美國設廠的 就會有轉單 那其實蠻多個股的嘛 那我就講說 我選擇已剩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已剩我昨天也有講 如果以昨天的日線圖來看 其實它是做一個什麼 底部打底完成 有沒有發現 WD打底完成 好那再來呢 其實如果用籌碼來看 籌碼來看有沒有發現 法人持股 其實53%昨天就講過囉 外資持股52% 其實這個籌碼很穩 再來其實它2022年賺4.75 那2021年賺2.75 所以你看它2022年賺的比2021年多 其實多蠻多的 再來Tesla它第六次降價 然後的供應鏈 它怎樣業績就會增加 好那我們看一下目前已剩多少 已剩今天續漲 好續漲它漲了大概2.7% 早上最高有來到74.9 在這邊同學看一下 早上最高來到74.9 749 好那我們看一下 昨天呢 其實昨天已剩表現是倒還好 收了一個上癮線 但我覺得不緊張 你看昨天其實策略是71塊出來的 所以我說其實呢 我選股的工具很及時 很及時一大早 我就會知道說強勢股在哪 這就是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差異化 差異化 好那今天早上 你們最期待的 也是我最想服務大家的 有什麼好股票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找到一檔 就是2455的全新 好為什麼我會想找這一檔 跟大家分享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老師早上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的訊息 我早上呢在這個 看一下在他回檔的時候 在9點31分的時候 996的時候呢 發一個訊息 跟會員說買進一層 好我們看一下他回檔 早上呢 我回檔大概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間點 大概996回撤的時候 做一個買進 那現在就是101.5 為什麼我會想買這一檔 首先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 我怎麼找到的 我昨天晚上就找到了 這是昨天晚上做的 你看一下投信昨天買 第一名2328張 2328 那法人持股43% 其實我喜歡找的股票 就是有籌碼的 因為你也知道目前的盤勢 就是個股操作 所以有些個股如果沒有法人進駐 再來就是又沒有產業前景 其實就沒有大漲的機會 好我們看一下 你看他目前法人 法人目前持股是43% 其實蠻大的 好那你看喔 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買 但是呢我是選擇 他回撤的時候 你看他股價回撤的時候 站上這個五日線 好然後今天出量 那我做一個買進 好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他的利多是什麼 他基本面是什麼 來看一下 3月營收月增87% 有沒有 其實他第一季已經是全年的谷底了 再來呢 他會怎麼樣逐月逐季向上 這一段很重要代表什麼 業績越來越好 業績越來越好 那股價會先行反應喔 股價會先行反應 那大家不要再用去年的 深化加的走勢來看 現在的全新 好我們來看一下PA廠商 營運有望上季 上半年上半年落底 有沒有就是說 最壞的狀況已經過了 最壞的狀況已經過了 再來呢 CheckGPT的興起 寬頻更大 那怎麼樣 光電子就是一個關鍵的角色 那全新就是在做光電子 那光電子怎麼樣 毛利較高 其實呢 我一直在節目上強調就是 我們在選股票 就是要選毛利高的 其實這檔個股會不會賺 有沒有產業前景 這個毛利就很重要 再來最重要的是什麼 其實全新他有集單 去年很多電子股就是股價跌得很凶 都是因為就是消費性電子 就是衰退所以單子都掉了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你看一下大陸品牌廠 就是說 就是渴望在5000萬畫素 潛望式鏡頭 再來呢快充跟衛星手機 所以呢會有換機的需求 那換機的需求 他的訂單就是會怎麼樣 足跡向上 好不好 足跡向上就是怎麼樣 越賺越多錢的意思啦 就是產業前景很好 意思就是講白一點 就是再來業績會很好 然後現在股價就是很便宜 意思就是這樣 講白一點就是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日線圖 日線圖來看 其實這個是今天早上4月20號 今天印出來的 好我們看一下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的MACD第一根反紅 其實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指標 如果他第一根反紅 其實他未來就是還會持續上漲 然後呢其實他的短壓是在這邊 如果這邊過的話 我覺得我們用月線來看 我們用月線來看 我剛剛有講 這一段是消費性電子甩退 去年嘛 所以就跌滿慘的 從160跌到這個80 簡直是夭折了 跌了一半 但呢今年呢 我剛剛有講 最差的狀況已經過了 那有極單嘛 再來中國大陸 這個有換機的 那個手機規格提升 所以呢業績會越來越好 營收會越來越好 那越來越好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股價也會越來越好 股價也會就是相對的 相對的 好股價越來越好 我覺得說你看一下這個日線圖的部分 它底部有沒有越墊越高 有嗎 然後再來呢 你持續看我節目應該知道我說的月KD 其實他開口擴大對不對 再來呢其實他月KD直接近80 我之前就講了 其實月KD直接近80 他的如果比較好的狀態下 他會持續上漲好幾個月 好幾個月 所以我覺得我們先 短壓先看這裡 2022年4月的高點 這邊過的話我覺得就會持續上漲 好其實我覺得呢 股票要賺錢不難 不難 就是說 我覺得是選股決定你的獲利 這個是不變的道理 不變的道理 像今天雖然大盤 你感覺他好像不跌 但是呢 可能你覺得手上很多 手上的股票都是下跌的 其實我覺得跟選股的邏輯 很有關係 很有關係 如果你選對股 其實在今天你 你一樣是可以獲利的 比如說一大早 老師先把這個生計股 我先獲利先除掉 再來對不對 有一部分的資金 我跟學員 我們會員就是轉進 這個這一檔個股全新 那就是說等一下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我要跟大家說 我又找到了一檔個股 我覺得還不錯 其實我覺得這一波 這一波我會建議大家 你不要就是 急漲的時候去追 我覺得蠻容易套住 講白一點叫套住 其實應該要回撤的時候 通常我們在買股票都是 你想買在起漲點對吧 買在起漲點的心法是什麼 就是說產業前景不錯對不對 然後它回到合理的價錢 你覺得它夠便宜了對不對 我覺得它夠便宜了 我就進去買進 那買進之後呢 怎麼樣 報紙放消息 然後公司營收成長對不對 那股價也跟著上漲 其實給投資人一個觀念 股價會比股價會比這個產業來的先上漲 股價會比產業看好來的先上漲 所以我覺得今天如果有些個股拉回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布局的機會 那不要再想說大盤會回撤 因為對大盤會回撤 我等一下再回來跟大家說 我們大盤怎麼看好 好那如果說你想要廣告時間 你想要掃老師的QR Code 歡迎你這個掃進來 因為呢我們即將 我覺得今天把生技股賣掉了 然後呢 接下來我想要佈局一檔 我覺得是立即第二 有機會 因為他這檔也是小而美 然後呢也合會標 也有標股的特性 好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等一下下一段回來 老師跟大家講解一下大盤 再來講解一下說 我再來要佈局的一檔 愛惜捨技股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陳通圖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本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通圖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好 歡迎回來 我剛在休息的時候 看一下現在大盤又跌了52點 但是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下台積電依然漲3點 然後聯發科依然漲2點 好 那我覺得說可能是 就是說全子股這兩檔撐指數 但是其他就是小型股 昨天漲多的做一個回測 那我要跟大家建立一個信心 其實通常像這一波低劑 已經漲蠻多的 那正常漲多的股都會回測 那如果回測不破 可能是大量點 就是前一波的大量的低點 或者說均線不破 那我覺得你應該不用太緊張 先給大家一個信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以我來說 我覺得拉回是最好的買點 怎麼說 你說一檔個股好了 我比喻說軍工股好了 之前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漲到天了 那你敢買嗎 那如果跟你說未來還漲很多 但是它沒有回測 你就不敢進去對不對 那如果說它跌到一個 可能回測到月線不破對不對 或是回測到五日線不破 或者說回測到前一波大量低點的不破 那是不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那如果說你就是說你還是不知道買點在哪裡 那我也歡迎你來找我 我可以帶你操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接下來可能等一下或者說明天 一個好買點我想要買這一檔 這一檔 我們看一下其實這一檔 我曾經做過它 我非常了解它 好 你看 這一檔均線糾結的時候 我有做一次就是這邊 然後你看它在這邊 漲多了做一個上影線 上影線 那它回測就像我說的 現在的個股 或許你手上的個股現在在回測 但是回測時日線不破的話 我覺得你就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那這檔個股為什麼我看好它 你看一下它的日線圖來看 你看一下它月線是不是上揚 它月線上揚 再來你看一下它法人 好 它法人昨天剛買 法人昨天剛買 好 這是日線圖 好 我給大家看週線圖 為什麼我覺得機會來了 怎麼說 你看喔 我畫了一個下降趨勢線 你看它上週 站上了 突破了下降趨勢線 如果說投資朋友 你已經這個技術分析 你都懂了 你應該知道 這個是什麼 一個大好的機會 你看喔 如果說它這幾天 下降趨勢線都站上去了 你看一下它這邊 是不是空間很大 空間非常大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它有什麼利多 基本面打入蘋果 跟什麼任天堂筆電 等供應鏈 就是說它在做這個 以太網路的 所以它用這個以太網路 已經打入蘋果了 打入蘋果 不只蘋果還有任天堂 還有其他的筆電 再來它三月的營收 較二月成長 成長 然後最重要的是 它成功打入蘋果任天堂 這一些國際性的品牌之後 再加上庫存第二季落底了 觸底了 再來業績會足跡成長 好 基本面的部分沒有疑慮 基本面部分沒有疑慮 代表什麼 它打入了蘋果供應鏈 通常打入國際大廠代表什麼 訂單不缺 然後再來庫存觸底了 再來庫存回到正常水位之後 營收就會越來越好 那股價會先行反映 那我說大好的機會來是怎麼樣 你看它站上了下降趨勢線 其實這個線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你用周KD來看 其實它也才剛交叉而已 周KD 好 那我們用月線來看 為什麼我說這檔個股 小而美 而且也有標股的特性 怎麼說呢 好 我們看一下 其實它曾經 它在2021年的時候 它從100塊附近漲到300塊 漲了三倍 就是這一波 但這一波我有做到 我有做到 所以我說我是小型股翻倍 我蠻厲害的 就是說我知道個股的股性 然後再來基本面不錯 如果法人持續的買它 那你就不用怕了 續報就對了 但是這家公司不能太爛 如果太爛的話也不行 不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去年真的 我昨天也有講 其實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它去年從高點跌到低點 我幫大家算了 跌了多少 75%了 跌75%了 然後其實這個是月線的部分 你看周線的部分 其實它剛突破下降趨勢線 你會發現這個空間很大 對不對 然後我們用這個月線圖來看 它目前就是800張大戶持股的人數才5個人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籌碼都被大戶吸走了 籌碼都被大戶吸走了 這個很這個就是 就是說如果大戶要拉 它就拉上去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你看一下它的月的K 底部怎麼樣 月墊越高 如果說它這個 它這個均線 這個均線如果突破的話 我覺得會到這個點 然後你看一下它月KD開口也擴大 所以我覺得 我們再用日線圖來看 你看這張日線圖 我真的覺得 如果是一般的投資朋友 我看不出所以然然 因為我會怕 怕是什麼 它這個上一線 然後呢 又月K 又黑K三根嘛 對不對 感覺不怎麼樣 但是我跟你看法不一樣 我看到的是什麼 我看到的是機會 我看到的是機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以目前的大盤來看 我們看一下我昨天的以勝 以勝今天大盤剛跌 然後我的以勝目前還漲2塊 好吧 漲2% 漲2% 其實我覺得還蠻強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早上的全新 你有沒有發現目前還是漲 漲1塊4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全新的部分 好 你看一下我早上呢 早上在這個拉回的時候 就是9點31分 我不是買到一開盤 我是拉回的時候 996我覺得是一個買點 買點 好 我們來驗證一下現在多少 101%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101 101 好 我們再看一下大盤 目前大盤是跌45點 好 那所以是不是符合 就像我剛一開始講的 其實我們不要管大盤 好 因為我們不是在操作期貨 我們是在操作個股 對不對 那如果說大盤跌 你跟著老師對不對 早上做全新 你心情會覺得說手上的股票 都不漲嗎 絕對不會對吧 好 我也不是說 參加我的會員我才給好處 昨天你看我的電視 乙剩 對不對 我也就在這邊公開說 我覺得乙剩不錯 Tesla降價 那我覺得受惠轉單的話 這麼多股票 我覺得就是乙剩 那今天呢 乙剩怎麼樣 再度的漲 對 目前大盤跌了 我們看一下 有稍微拉起來了 跌38點 但是老師手上的股票 我覺得都還蠻強的 都還蠻強的 那接下來 就是說我覺得 有一個機會來了 有一個機會來了 你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 可能 就是說這兩天不跌 或是明天不跌 我覺得我就要來做這一檔 這一檔 你看它突破下降趨勢線 對吧 我覺得這一檔真的非常 它的線型走得非常的完美 你看它打底完成 它打底真的很久 你看一下它打底 你用你這個周線看不太清楚 你用這個月線來看 它整整一年半了 它去年整整跌一年 整整跌一年 你覺得說跌一年還會再跌嗎 因為現在大家都沒信心 我真的覺得大家都沒信心 好那最後呢 最後如果說你想要 就是說跟著老師的腳步 知道哪一檔 那我讓你們掃這個QR Code 掃QR Code 因為我覺得就是驗證 昨天 今天目前大盤就是跌嘛 老師昨天在這邊講的股票 乙盛目前還是上漲的 上漲很明確還是上漲的 早上呢 帶會員的這個全新 目前也是上漲 接下來 接下來我覺得我想要做的是這一檔 這一檔 因為 或許你看日線圖你不知道哪裡 哪裡 但是我看到的是什麼 我看到的不是日線圖 我看到的是什麼 首先第一個法人才剛買 對不對 我看到的是法人才剛買 再來呢 我們看到的是基本面 他成功切入國際品牌 其實某些時候股票要漲 也要有話題性 你有沒有發現沒有話題性 也是不會漲 懂嗎 他這個成功切入國際品牌 對不對 加上第二季觸底 業績足跡成漲 那這一檔個股呢 我發現 他如果說 這兩天帶量突破這個 這個點 這個壓力 有機會就挑戰這個高點 有機會 有機會 重點是 他的籌碼 800張大戶 此股才5個人 有什麼個股比這個籌碼集中 對不對 更好拉 有什麼比這個籌碼集中更好拉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你現在剛好是空手 或者說你現在剛好想要造一個 可以帶你獲利的老師 那我覺得不妨 你來掃我的QR code 好 那我再講解一下就是 利基的部分 我在這邊從130就每天講 但是我覺得高了 因為我覺得 我希望投資人是跟我一樣 買在起漲點 不要說就是去追高 不要追高 那利基我就是會做一個停利了 那我會把停利的這個錢 拿來專心的買哪一檔 那這一檔 這一檔 因為我覺得這一檔機會來了 謝謝 讓大家少QR code 明天再見 蘇利芬老師聲明書 市場上有詐騙集團 盜用蘇利芬老師照片及簡介 成立LINE8群組 推薦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當之費用 蘇利芬老師在此慎重聲明 本人除成通投顧聯絡電話之外 個人絕無經營任何粉絲團 請投資人切勿受騙上當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